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啦 先不要讲这么多想法 要找一位高龄人士出来聊天 陈小姐 hello Hello 高龄人士 你好哦 喂 喂 虽然我们 不如叫Sandy 好点吧 喂 Sandy 虽然我们未正式见过面 但是呢 上次在另一个平台聊天 你好厲害,你有很多經歷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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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說不完 是呀,上次說不完 恐慌大家沒有聽到,不如先認識一下 因為是否有身體的毛病,令你更多接觸這件事呢? 其實應該是調轉 應該是,我是接觸了這件事之後,我先是有毛病 好,那不如先說最初是怎樣 是屬於陰陽眼,還是什麼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是有陰陽眼,我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 後來到大,不知道 經常覺得很奇怪 經常見到一些東西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見到那個小孩子,我們在公園玩 很簡單,你看到一個婆婆坐在那裡 即是扒線那些,那些扒線那些 我們在那時候的屋邨,那條走廊很長 小時候玩的那些屋邨,走廊很長 很長很長,一條三十多幅 一條走廊 我們會在走廊的盡頭見到這個婆婆 在那裡坐在家的門口 即是下午那些,在那裡洗澡那些 我們小孩子在那裡拍來跑去跑一條走廊 我們來回幾次都發覺見到同樣的婆婆坐在那裡 她 那時候都不懂得害怕 沒有理會,小朋友 是嗎 是 即是認得,為何婆婆這麼快? 比我們快? 為何這麼長一條走廊? 我們跑來跑去只有一條直路 她沒有另一條走廊 那為何我們見到婆婆多次坐在那條走廊 都是那個婆婆 那是什麼樣子? 在那裡笑 哦,是笑的 是扎計的,穿那些婆婆的衣服 即是旁邊好像旗袍那些 有些耕扭那些 只是坐在那裡看著我們玩而已 是 那是沒有理會的 我們那時候又不懂 總之逢是晚上捉姻 下午捉姻都見到婆婆的 嗯 但不是每個小孩都見到的 我見到 嗯 是,我見到 他們都見不到 那後來有沒有知道這個婆婆其實是 沒有的 其實我們都不太懂 因為那些村子有三十幾個單位 根本有人不在那些我們都不會知道 我們小時候都不會問 是 然後再大一點點 然後我很多時候都會在走廊跑到街上 譬如趕著去買東西 或者跑回家 趕著去回家 那又是這麼長的 那條走廊 因為我住那裡都住了很久 那時候住在葛兒興村 那住了很久 那他現在重建了就不同樣的 那當時呢 我也是跑跑跑跑跑 因為我爸爸說 我忘記帶鎖匙 你跑下來拿鎖匙給我們 那我跑去搭升降機 然後就拿鎖匙 那誰知呢 我就撞了一個人 那個人很高大的 那我是撞到他的肚子最下的位置 就是你會知道是一個人 總不知道 那你撞到是一個男人 那樣的 我自己是那時候讀小學六年班左右 然後我就立刻一路跑 一路轉過去後面 我就說 對不起 我撞到你 對不起 但是我另一個是 以前一個人都沒有的 但是撞到我很痛 因為人撞人 那樣的 是整個實感 整個實感 但是另一個是沒有東西的 但是走路這麼長 他根本不可以走去哪 OK 都是這些 有沒有一些 開始大了 知道了 更驚嚇的場面 是的 是啊 開始大了 到上班的時候 那時候 上班 第一份工作已經做 在金鐘 近金鐘花園 那裏 其實走過去 那時候做電信營科 噢 OK 在那個 在電信營科那個建築那裏上班 但是 我們因為 那時候做熱線服務 我們很早 我想五點多鐘 至六點前 我們都要回到公司 早上 那時候是冬天來的 那天是黑的 未夠光的 很黑的 好像晚上 那樣的 那我就在地鐵口出來 經過金鐘花園 那裏 上面有一條天橋 好像是行車天橋 金鐘花園上面有一條行車天橋 那就經過 什麼 婚姻註冊署那裏 那裏 你現在說電信營科 即是 演藝後面 是嗎? 後面那個位嗎? 不是 那裏 那裏不是有個 什麼 溫沙工作大廈嗎? 如果我走路的話 我會屈過去 是經過 軍器廠街 哦 糟了 我不是 應該是拍著軍器廠街 那公園 我想不到 好了不要緊 你繼續說 是 那裏那裏 那裏 主要都是人 在公園那裏經過的 其实是地铁图过去,经过军气厂加油站,然后上班 每天都是这样的,那个礼拜 我们很奇怪地那天,星期一开始已经见到一个阿伯 他穿唐装衫衣服 唐装衫衣服,即是乡下那些,即是元朗乡下那些人穿 那些人穿袍大袖的男人,他就坐在公园 上面对着有一棵大榕树,很大棵 他就坐在那张椅那里,他就拿着指线 我都不理他,总之我经过看到他 他就很慢动作地撥那把指线 然后他的眼睛就,因为我在他面前屈过 他的眼睛就一直钉着我 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接着就在那里笑 还要笑,接着我以为他是 你知道我们那些刚刚上班那些,我怕变太佬 接着我就骂他,我不停地骂他 我骂他很看不住我,你是变太佬,你不要看不住我,你不嫌疏我 类似是这样,谁知道他就一直都不会骂我 他仍然在那里笑,因为他仍然是做那个动作在那里撥着那把指线 但是他仍然是很慢的,如此日日都是这样 一个星期后,我已经不见了他 到下个星期,我上班已经不见他了 接着就开始来了,原来他跟着我回家 接着你回家 是的,回家 在家里的时候,凌晨三点,我是睡着了 凌晨三点半夜 我就发觉有人把我的头捉我的头,用手指 是很大力的,捉醒我 我捉醒他的时候,我就醒了 就见到他了 因为我呢,我其实是见不到他 我只是感觉到他 然后我没有理会到 到第二晚,又是凌晨三点,他敢捉醒我 接着我就跟我家人说 我就哭了 就是我说有东西 但我床是没有东西的 我床只是一个感囚和一张照片 我自己睡觉 我妈知道我这样,天天哭 因为她每晚都感觉到 有个人在我床附近 后来呢 到我妈陪我的时候呢 她直到呢 都是三点 她是一用手掌 一巴掌打到我的臉上 是吗? 即都不够了,已经要打一巴掌了 我直到听到谈一声 我妈是见不到的 我妈是听不到,见不到的 是我大面生哭的时候 那因为我爸爸呢 就是做警察的 嗯 那他立刻呢 因为他家里呢 他做建装那段 他家里有掌警察的帽子 是1997之前 王冠年代啦 是的,王冠年代 有个警棍 他建装有枪 他已经放在我旁边了 那怎样 但没用啊 那你有没有拗他呢 他说 他最怕这些东西 最怕这些东西 要来的东西 都不行 不行 不行 然后我差不多 那时候要搬 嗯 我搬去我家里住 哦 避他 那行不行呢 避他 避他都不行 因为他开始在我们耳上说话 他说什么 是啊 他说什么 他贴着 你会感觉整个嘴 蓋着你的耳 哦 就是好像有个嘴 石你的耳 在你的耳上贴着的 嚇到你会盛开 那 接着他跟我说什么 是啊 他是男人声 嗯 他叫我不用避 他说我要你死 咦 没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是啊,真的不好意思 这只是每晚恐怖在线的精华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话 非常简单 可以参与我们 月份计划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那里面呢 参与这个月费计划 声音呢 就是三十元 视像是四十元 如果加上用APP呢 就是五十元 好了 至于说我不想参加月费 想给Cons看哪集 就买哪集 都是可以的 那就下落了我们 bigbigair的手机APP 你可以拭除专片 喜欢哪集 就买Cons看 所以希望呢 你快点成为我的付费会员 你会看得最多最恐怖的个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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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